外下生子静静的看着香菇 细心呵护第一次种香菇的成果 住在花莲修林乡文览村的 现年三十多岁的古青柜 原本是从事铁工跟家屋修上工作 在外打拼多年 想回乡照顾父母 但又找不到可以养活家人的事业 在一次的机缘下 投入了种香菇的工作 前年的时候 我在南澳部落承接了一些工作 接了这个工作 他们就会有一些香菇会进来烘 就在他们的房子里面就开始烘香菇 在当中就有一些香菇进来 就跟在地的 我看你们这样一直在采收香菇 真的很羡慕 因为我们走了那么大的一段路 特别是在工程这个方面 一直想要找一个回乡的路 不知道怎么回进来 古青柜看到回乡的路 看到了商机 于是在前年回乡 从领开始走手种香菇 希望也能照顾家人跟父母 我的家人已经迷迷了 年纪大了 然后觉得说是要回乡的一个时间到 毕竟该转弯的时候就要回到家乡 这个决心是没有 从以前就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我就一人决然就投入返乡的旅程 还乡后 古青柜就投入了种香菇的行业 连制作烘香菇的机器 也是自己亲手做 第一次种虽然碰到了一些困难 但他都稀稀向前辈们请教 而收成也在水准之上 由于种香菇需购买大量的木头 为了能让木头使用更为延长 他也开始学习制作自然农法 利用维生菌来保护木质 目前古青柜是修炼香 第一位种植香菇的菇农 他也期盼能带动地方产业 成为部落的重要经济作物 记得跟他说话 欢迎秀琳采访报道